有時候夫妻之間也是喔 也是會愉悅那個分寸喔 夫妻之間 我老婆以前很敬重我啊 結婚久了 夫妻開玩笑了 結婚久了可能我表現得也很幸福 她以前叫我老公 現在叫我老高 差一個字 差很多 同友也會這樣 同友有都叫妳Ruby還是 很熟的都叫我 叫我Ruby 叫我英文名 到現在我碰玉琳歌我還是 你叫玉琳歌啊 我還很敬畏 黑人到現在跟我那麼熟 也叫我學老師啊 學老師 是不是 我也是叫他黑人歌啊 雖然年紀比我小 但是有時候就是一種稱謂 一種對於這個人 在節目上也會這樣叫 對啊 因為大家都這樣叫他 比方說黑人歌 黑人歌 突然突然妳的時候突然 黑人啊 以前喔 以前喔 他私底下叫我成 我也叫你黑人歌啊 對啊 就像江湖混號 我記得我以前做一個節目 然後那個飛哥組織 那全場每個人都叫他飛哥 即便 比方說像文英阿姨 年紀當然比飛哥還要大 也叫他飛哥 飛哥 或錢德門大哥 這種 這當中突然有一個 因為跟飛哥有長年的私交 就每次只要輪到這個人講話的時候 他已經講 隨意啊 張飛啊 張飛我跟妳講 對啦 他年紀也比他 他可以這麼交沒有錯 可是你覺得那個 整個場子的氣氛就很怪 他一直在那邊 張飛啊 張飛你不能這樣講 你會覺得這個人很突兀這樣 所以行走江湖 你多尊人家什麼歌 什麼節奏 不是壞事 社會在走 板筋厚度要有 這句歌 這句佳樂好 對 好 第二個了 你不要再出聲 好 第一個都講不完了 對啊 第一個都講不完 好 臨時狀況後補公文 方便你對不對 結果呢 往後都用臨時狀況出現 而且這個也非常常發生 在暴障日的時候 尤其是像我們記者 常常在外面跑 或是業務也是 如果你每個月的月底 最後一天30號要結帳 那你的人就是不在公司 那你的一堆單據 不管你寫好還是沒有寫好 都必須要有人幫你交給 譬如助理或者是會計什麼之類 或者是你根本忘記要報帳 像之前我們有一個同事也是 他就是常常報帳那一天 我們都在外面採訪 然後單據他都沒寫 然後以前我們記者 可以申請電話補助費 可能文字記者可以申請到8成 可能攝影記者有時候可以6成 可以這樣 我們都要去印那種名戲表出來 然後印給公司 然後公司大概會看 你的通話狀況這樣 然後他每次就會忘記 他就會打電話回去 跟助理妹妹說 你去幫我印一下電話名戲 然後可是電話名戲 不是隨便的人能印的 你要給他身分證字號 他說我給你 拜託我這次真的忘記了 你再幫我去譬如說好什麼 電信印一下 我的身分證字號是A 什麼...這樣子 然後助理妹妹就說好啦 然後就先去幫他用那個 就是用那種列印單去那個門市 然後就印了一個帳單 然後助理就跟他說 你以後就自己 每個月申請名戲表就好 就會附在那個 就會附在每個月的帳單 裡面名戲給你 然後這個記者就是懶惰 就是皮 他就是每次都忘記 然後也沒有自己去申請 然後每個月的月底 就打電話叫助理說 你再去幫我弄... 你知道這個東西是屬於 個人的資料的隱私的部分 就是就算我去調我老公的 通話名戲都不能調到 因為你要有他的身分證字號 然後那個妹妹 因為太常去那個地方 拿著別人的身分證字號 在調人家的那個帳單 然後有一次他看那個機器前面 列印的那個機器好多人 然後林貴沒有人 然後他就去跟那個林貴說 我要調這個人的電話名戲 然後那個人看了一下說 你是這個電話的這個用戶嗎 你是本人嗎 因為他前幾天他才來辦 他才來辦過他手機的一些事情 你是他本人嗎 然後他就說 不是 我是來幫他申請那個名戲表的 他說那所以你是他的配偶嗎 然後那助理就說 我也不是他的配偶 我是他的同事 然後那個人就說 那同事你現在拿他的身分證來申請 你有經過他同意嗎 然後他就說有 我有經過他同意 然後那個電信業者 他就不能給他嘛 他就當場打電話給那個本人 但是因為他是記者 他在外面採訪 他又不能馬上接電話 所以那個電信業者 就是跟這個助理講說 那你要在這邊等一下 因為我們看過你來印 非常多次了 你都不是本人 他說如果有必要的話 我們要通知那個警察單位 就是你為什麼一直要調別人的資料 然後他差點吃上 妨害祕密的官司 如果他沒有本人來澄清的話 有一種後補的狀況 是另外一種例子 也是滿惹人厭的 我之所以從幕後頭目前 有原因質疑就是說 我們節目製作 節目播出了 然後要領錢 以前都是隔週就領 到後來變成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到後來變半年 那張票那天手上 要半年以後才能貴限 甚至還有九個月的 票丟了 票不太會丟了 但是你這樣子公司要積壓很多 這個現金 以前我們 以前我們開製作公司 兩百萬就開得跟真的一樣 到後來你沒有兩千萬 給你搞兩個帶狀節目 你就死人了 你說現金流 對 你一直要再帶電 走目前一個好處 除了節目組織費 因為那要月節 其他的大多數都是領現金 所以很開心 像我們錄完影 辛苦了 玉琳哥辛苦了 我今天領一包 很開心 好啦 我們就最怕遇到什麼狀況 我們有的那種公關公司 常年配合 結果久之他跟你很熟 他也開始輕浮 他也開始隨便起來了 活動做完 我們感到喜悅的事 就是趕快把那一包拿走 東找西找找不到人 打電話給他不接 地磁通終於接了 玉琳哥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就有點趕 我出門的時候沒有跟會計申請 這樣子後補後補 我回去再補辦一下程序 這種感覺就很惡劣 就是心裡面會很不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人來這裡 潛嶺兒就走這樣乾脆俐落 現在不是 從明天開始 主動跟你要錢 就顯得我們格局不夠大 不跟你要 一天一天過 過了一個禮拜了 打電話給他 結果他說玉琳哥 你有缺這些錢嗎 好差勁喔 我們都配合那麼久了 你覺得我會跑掉嗎 他講得好像... 他你要講友情的錯 對 好像我們跟他要錢是錯的一樣 然後又有一次那是一個廟會 我也感謝他 因為他什麼活動都會幫我接洽 這樣子 那廟會要結束了 又找不到人 問他下面的人說 那個...你老闆呢 我老闆剛剛走了 走了 但是他有交代說 交代後世 他拿了一個紙條上面有地址 他說請你去這邊找他 錢在他口袋裡面 我就照這個地址 因為他比錢還滿多的 所以覺得不能拖過明天 拖過明天又有變數 就跟我前面講的狀況一樣 又... 又沒消息這樣子 結果那個地址去呢 去什麼地方 酒店 老闆在酒店 好 硬著頭皮進去 一進去呢 威廉神 威廉神 那個老闆就來了 旁邊很多妹 來 威廉神 來 老舌 老舌來 唱給他們聽 讀書破完全下比入合賽 我已經弄起來了 來這裡做一場秀 舊的... 還有新的... 妳要趁機 威廉神他幫我 屁啊 剛剛好接著妳說 來來來來唱 你看 他們自己有點歌了 不管是不是我的歌 畢明哥 我覺得有點心酸 對啊 然後唱完還沒有辦法 馬上拿到錢 唱完以後來 揍 來 請揍 揍...下來 揍... 揍誰 揍 揍 揍 她講的揍 她就揍 台灣國語 然後要那些梅 說來 你挑一個 她很會喝 她很能喝 敬她 這樣搞得這樣 為了一包錢 搞我兩個鐘頭 他拿到梅 沒有 當然 你也玩得滿開心的不是嗎 沒有 我根本 我根本不守舍 我又拿到那碗 目的是要把錢追回來 對啊 當碗是這樣 目的是為了追錢 然後把人家的感覺 送回來 所以後來我回去跟我老婆商量 我說以後這個人的案子 就算多好 或者是酬勞有多高 都不要去 因為我們又不是別的地方賺不到 何必每次都搞得這樣 烏煙瘴氣 他沒有誠信 對 其實像這種類型的同仁 他們在特質上比較會習慣拖延 所以有時候當他一拖延的時候 別人給他的通融跟方便 他會把這個特例當成慣例 他會想說好像拖一下可以 晚一點沒關係 所以他就會很容易就會變成 一種拖延的習慣的一個藉口 所以有時候我會覺得 大家在這個時候 還是要告訴他拖延的後果 因為一旦他拖延了 其實會造成整個作業的不變 或者是讓別人的心懸在那裡 其實會讓別人變得很焦慮 所以還是要告訴他們 因為其實他們背後是有拖延 這種壞毛病 好 第三個 給你方便同事請假 我來代班 結果呢 隨意請假 延遲我工作 這種真的很討厭 因為像我們做服務業 然後同事有時候 就是他會臨時有事情 然後就說要請我代班 那我覺得這都OK 那我問他說 那到底是什麼臨時的事情 這麼重要 然後他就會說 我到之後再跟妳說 之後我有一天上臉書我看到 我覺得有點傻眼 是我發現他每次說臨時請假的 都是要跟他男朋友聚約會 然後還在上傳臉書什麼的 我就覺得很傻眼 可是我覺得這都是原本 就是我是好意幫他的 所以最後變成這樣 可是我覺得最差勁的是 他有一次就是放空櫃兩小時 遲到沒來 然後他沒來也沒有跟大家講 然後是樓管打電話給老闆 跟他講說你們放空 對 沒人 整個燈都黑的 然後就整個大傻眼 然後後來老闆知道 就趕快叫其他同事 然後從很遠的地方趕去上班 然後問他 他還跟我們 他還跟我們講說 沒關係 我就是故意打 我不在意被罰錢 然後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責任感 然後他就覺得說 反正我大不了就是被辭掉而已 然後覺得天啊 怎麼會有這麼糟糕的同事 真的喔 我一陣子就算是專業代班 那個時候也沒賺多少錢 老闆就換了一個辦公室 辦公室多一個房間出來 他說玉琳 你也不用在那邊找房子住 你就住在裡面就好了 所以我就住在辦公室裡面 的另外一個房間 對面就是老闆的辦公室 方便是方便 就是起床 起床就可以上班了 不方便有的時候是這樣子 是因為浴室 浴室是在老闆的辦公室 那個等於就是一個小套房 我自己租的那個地方 是沒有那個衛浴設備的 那時候就交女朋友 女朋友又來一起在那邊同居 所以 對 常常有時候晚上太累 晚上太累就沒有洗澡了 好啦 等到早上醒來的時候 想怎麼樣 沒有 要洗澡 總是要洗 因為女朋友在別的公司上班 有時候難免清雪埃草 鴛鴦慾這樣子 洗過就是 在辦公室什麼鴛鴦 沒有 同事們都還沒來 七早八早 所以我們就走到對面 那個老闆的辦公室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還沒來 然後洗一洗 然後吟聲浪語這樣子 嘶嘶嘶 不是啦 就嘻嘻哈哈這樣 嘶嘶 老闆已經在我們洗澡過程當中 就來了 就坐在他的辦公室的座位上面 等到我們兩個人 那老闆還裝 該不會裸體還出來奔跑吧 老闆還裝沒事 老闆還帶低頭 然後拿著底下都在寫東西 因為你是桌上又沒有紙 主跑路跑的這個同事 他又要請教 還是沒有人要幫他帶跑 然後我代班 那我同學說 燕的夜是你 反正你已經去過一次了 你再去一次 但是經驗越來越豐富 好 我想說 反正就是提早要起床 去了那邊 然後就問一下比賽心得 得獎 心得 好 我就覺得很順手 就回家補個棉 就下午我們主管就Call我 雞Call我 就說發生大事 我說什麼大事 你沒留在現場 我說什麼... 你不知道嗎 什麼...